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 再度回到视窗的部分 来使用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元件 这个复杂一点的元件叫做Data Grid View Data Grid View 在里面会比较多的栏位 我们就来试试看 这里有一些程式 待会我们会需要用到 那我们就先重建一个新的专案 我建立一个新的Windows Form的专案 那这个专案 我觉得名字不太好 我先把它关掉 我建立一个新的Windows Form专案 名称叫做Data Grid View Test 那这里呢我们就要来使用Data Grid View的元件 那这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元件 Data Grid View 这个其实还可以连资料库 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不连资料库的部分 那这边它问我们要选择资料来源 我们就不选择 那这边加入资料 应该是编辑资料行吧 当我们选择编辑资料行的时候呢 其实它会问我们说 OK我要不要加入一些行 那我选加入 OK这里呢 它会说OK那你要加入什么行呢 那我们这边呢 我希望做一个像这样的东西 品名单价 那品名像红茶绿茶单价 25元 那所以呢我在这边呢 就打一个品名 但是呢最好我们先用英文啦 所以这个Column的部分 Column Name 那这边标题文字是可以用中文 好 OK TaskBossColumn 这样我们需要的这种形态就可以了 好先加入一个 那这样就加入了一个行了 接下来呢 那我再加入一个 Column 这个是Price Price OK 好那我加进去 我刚刚不小心就把它按掉 那所以我可以 一样可以在这边再设 在它的Column的headtext里面 设成单价 好这样就变单价 所以有一个品名 一个单价 OK 那就好确定 那这时候呢你就会看到 这个 OK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说 OK 我的东西已经上去了 那 接下来呢就是 我们程式的部分 程式的部分 我们可以先做一件事 就是先执行看看 好 你会发现 OK这样 然后甚至我可以在里面加东西 那 红茶 好 我加了一个 那但是呢 我家的东西 这个是 现在有 但是 如果我希望它 保留的话 这个程式是没有办法保留的 我再执行一次 那个红茶还是不见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做保留的动作 我们也没有连接资料库 那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 想要 它预设就有一些资料 我怎么做呢 我们这边 把程式 几行贴进来 那我建立一个叫 Raw DataGreviewRawCollection的东西 然后 就是取出它的Raw Raw 就是取出它的列 那我在列上面呢 加入那个内容 用NewObject 整列 然后呢 把整列的内容 打在这里 加进去 那我们就可以试试看 好 我们先 OK 它现在说 DataGreview Menu 不存在这个程式里面 那应该就是我们没有引用它的 它的那个原件函视库 所以我看一下我们少用了哪些 System Data Font ComponentModel 看一下 看起来 没什么找 稍等 我们看一下 DataGreviewMenu 对 名字的问题 这个DataGreviewMenu 它找不到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里面命名的时候 我们没有命名成DataGreviewMenu 我们叫DataGreview1 所以它找不到 好 那在这里我干脆就叫 直接叫DataGreview就好 好 那这边呢 就DataGreview 好 这样就OK了 因为 这样它就找到了 好 OK 那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说 OK 这样一进来就有红茶 绿茶 OK 这两个 两个 栏位 那两笔记录 那这个东西当然你栏位可以很多 然后呢 内容也可以很多 那如果你连资料铺的话 它也可以做一些同步的动作 好 那所以 我们一开始先让各位先做到这里 那等一下呢 我们要利用这样的一个元件来做一个 POSE系统 什么叫POSE系统呢 就是销售点系统 大概就是像你看人家卖那个泡沫红茶 或者是卖那个饮料店 那一开始它不是说红茶几杯啊 绿茶几杯啊 又要不要冰块啊之类的那些 那大部分它们都有一个电脑系统 那这个电脑系统其实往往也不是很困难 那你只要把画面设计好 然后让它可以点点点 然后最后把资料记录下来 大概这样子也就可以 然后甚至最后再加入一个算总账的功能 就OK 好 好所以呢 现在请各位先做一个 这件事 就这件事 比较简单的 DataGreview 好 这是今天的 好那我在这边把网址放上去 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先把那个DataGreview的元件用一下 确定你会用 等一下我们再来做Boss的麦红茶的系统